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大家都好吗 夏天的温度是比较高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属灵的 生命的过程当中 也会经历这种炙热 今天是圣餐主日 也感谢主让我们有一同 再次领受主的饼跟杯 那我们继续会讲 格林多前书这个系列的第三集 还是讲这个背景 讲到格林多教会 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格林多教会 当时保罗写信给他们 实际上不是单单为了格林多教会而写 也是为了他周边的这些教会而写 同时也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教会而写 在格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 保罗说 愿恩惠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当我们今天一同领受主的饼 跟杯的时候 我们也一同领受他的平安 他的恩惠 也是让这个平安跟恩惠 透过我们在主面前的领受 生命的更新 并且能够传递出去 但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你会看到 其实要经历这个平安恩惠 并不是那么容易 其实在格林多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场景当中 所让我们看到的生活跟信仰 神学跟生活是非常有关系的 而这些关系是每天又影响到我们的 那我礼拜五有机会去到河北 然后呢 礼拜六的一早 我就赶出来 那我们 有一个弟兄开我 我们在经过这个巴达领证的这个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很堵 那我就很急 因为呢 我11点钟呢 我答应去看一个 我们生病的一个弟兄 那我希望是透过六环 到赶到顺意去看他 但是呢 这么一堵的话 我就很担心 因为我跟他说11点到 那我差不多想看他一个小时 12点我就离开了 如果这样堵下去就非常有个嫌疑 我特别跑去吃饭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我就很急 但是我又不可以让我旁边开车的那个弟兄 感觉我很急 那个弟兄很急 他很傻 哎呀怎么堵了 我怎么搞的 因为导航明明叫我们走延庆 但是结果呢 我们说不 你知道我这个人也很主观的 我说我们就坐G6 这个明明G6说北京城嘛 结果导航是对的 因为G6那边腹路被堵了嘛 结果等我们开到G6的时候 我发现堵的原因 原来以为什么 是进京的时候要入京镇嘛 对不对 要查岗 不是入京镇的要被拦下来 结果发现不是 原来这个设计 交通设计本身有点问题之外 更多的是人的问题 当我们停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突然看到 一部巴士要转进来 它是对的 它的路是这样转过去是对的 结果后面那些不按理开的车 一部小车就堵在那个巴士的路上 要迎面开 在相持不下的时候 这个女司机在那个小车上 她想有点想退 突然门开了 冲下一个非常彪悍的 50多岁的北京老太太 可能不是北京老 反正很彪悍 一看这个样子就知道 比Peter还要彪悍 然后你知道她做了一件 非常全世界都奇葩的事情 就吓死你啊 吓死我啊 她冲向巴士 然后用她的胳膊顶巴士 你怎么着 你怎么着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巴士在往后退啊 我看到这个场景之后 我说全世界只有中国伟大祖国 就有这种事情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 你知道教会要有规矩 要有那个纪律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们设计很多很多的规矩 我们有章程 我们有教会的纪律 我们的usher team 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个弟兄姐妹 我们的门岗应当怎么样怎么样做 我们很多很多事情应当怎么样行 我们有一系列的规矩 我们甚至还一而再再二三地 跟我们的会众 跟我们的同工 跟我们的义工 去传扬这样的信息 但是 教会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 彪悍的老太太 怎么着 怎么着 我告诉你 我们三个人在车上 对不对 我们就亲眼目睹了这个八十世纪 毫无办法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好像在讲这个社会的笑话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我们的教会 就像在这个公路上所发生的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而这个司机 没有办法 他必须后退 而教会 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场景 为什么教会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纷争 为什么我们教会有的时候 有不合一 你们在神学院学了很多 你们教授很多时候 是因为不合一 没办法离开教会去做教授的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教会里面 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样奇葩的事情 其实跟我们在社会上 碰到的这种事情是一样的 好像我们是在讲教会的信仰 其实在我们讲生活 好像我们是在讲神学的问题 实际上在讲 这个社会的千奇百代 并且我们基督徒 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生命的反省 到底是什么 当然如果你再看 哥林多书信的时候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整个的书信的一个结构 你会看到 整个书信是透过五大的主题所展开的 在希腊文的一个结构当中 你会看到一个所谓就叫交叉平行的结构 对 你看到没有 它实际上是个交叉平行 如果整个哥林多书信 除掉最开始的一节 一到三节之外 跟最后十六章的结尾 整个的这个书信 可以分成五大块 这有点像我们说三明治 或三文治 中心一块 中间是一块 很重要的一块肉 然后旁边两边是起司 再旁边是面包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展开 这种被称为 叫文法上是一种交叉平衡 其实你会看到 他一开始所讲的信息 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讲的 保罗所讲到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实际上是基督教信仰 最最关键的部分 今天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为什么保罗会讲这个信息 是因为什么 因为教会没有合一 所以保罗说 如果要合一 你必须重新认识基督并他十字架 你重新只有跟他同钉十字架 你才会真的认识到这个重要性 然后最最后的部分 你看到第十五章 一到五十八节 整个十五章 他讲的还是基督教最最关键的部分 没有基督的复活 就没有死人的复活 没有死人的复活 我们的信就是什么 突然的 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 基督教最最信仰的本质 跟传统的信息 然后呢 你看到B 我写的一个大的B跟小的B 这边是什么 就讲到男人跟女人 在家庭生活中 这就是在一个基本的信仰的 基础本质的前提下 我们怎么样在信仰的 这种生活中表达我们的信仰 就讲到了男人跟女人 在家庭生活中的 在日常生活中的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的 一些面对的处境 然后呢 你回到最后 你又看到这个小的B 又是男人跟女人什么 在敬拜生活当中的 这又是跟什么 大的那个B是对应的 所以这些都是神学 伦理实践的问题 因为当你信仰 传递出来 用学理式的方法 用教义式的方法 把它传递出来的时候 马上所面对的 就是什么 你实践的问题 所以你就看到 整个结构是层层对应的 然后中心的是什么 就是拜祭偶像的食物 实际上它不是在讲 拜祭偶像的食物 就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 他们生活在 是一个外邦的世界 在这个外邦的世界当中呢 有很多的人呢 他知道在那个 庙堂当中 在异教的庙堂当中 有很多的食物 是拿去拜 你们小时候在农村 在中国的农村 在台湾 今天在台湾 我想很多还是这样 有没有看过一只大猪头 放在祭拜祖宗啊 然后呢 然后呢 你的老奶奶就跟你说 这个是不可以吃的 你等着你拜完祖宗之后 就什么 可以拿下来什么 啃猪头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偷偷地就冲开来 把猪的眼睛挖下来 吃掉就是我 这个实际上什么 这个事情 在两千年前 在哥林多的教会 在哥林多的世界当中 也面对同样的事情 就是什么 很多人记了偶像之后 把这个肉 他当然不高兴 真的给鬼吃了 鬼也吃不了 对不对 鬼是不存在的 假的东西 假鬼 鬼是存在 但是假的 不是真的神 所以他就拿下来 放到市场上去卖 很多基督徒就买来 回到家里吃 有的人心心软弱了 就跌倒了 这就产生了很多 信仰跟生活的问题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就基督徒 怎么样在一个 外邦的世界当中 什么 生存 这就是我们 今天面对的问题 所以这五大议题 展开之后 五大方面展开之后 就是实际上 在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基督病 他定时之下 和复活的问题 这是整个信仰的核心 整个信仰的核心 然后第二部分 保罗是在谈什么 基督徒的男男女女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有的人说 耶稣要来了 我就不要结婚了 今天这样的姊妹 好像也不少 有的人说 马上我要去服侍神了 所以我家庭也不要了 有些人说 我的丈夫没有信主 我就跟他离婚了 这些事情 不是今天才有的 这些事情 在两千年前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让我们看到 格林多教会什么 已经有了 所以什么 你看到这第二中心的议题 就是什么 基督徒的男女 在敬拜生活当中 在家庭生活当中 要有次序 有些人说 男人不要 不可以门头的 因为男人什么 头是荣耀的 然后有人说 女人必须要蒙头 为什么蒙头 今天的女人 我们教会 没有一个人蒙头 但是你今天到中东 到中东的教会去 你会看到 在中东的教会当中 有很多的女性 还是蒙着头在聚会 她们对吗 还是我们对 还是都对 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 一个叫 就是世经学的 非常重要的问题 怎么样把那个时代 把那个场景当中的 那个议题 找到这个原则 并且应用到今天 那个时候的蒙头的问题 在我今天看来 跟我们可能 戴戒指是有关系的 我会在接下来的 几十堂当中 在接下来的 这个两年的当中 我会针对这些 每一个议题 很清楚地 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哥林多前书 是比罗马书 更加重要 对于基督徒的生活 因为什么 there 跟here then and now 它们之间 是有密切的关系 如何把there 跟here then and now 连接起来 这就叫 hermeneutic 就是诗经学的问题 最后 这个议题就是什么 基督徒如何在异教世界当中生活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做基督徒如何在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要生活 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这不是你今天问到的问题 今天不是你才会到的问题 2000年前 保罗的时代 他就面对了 因为什么 很多的基督徒 在异教的世界当中 他们往往采取两个非常极端的做法 有的人说 我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我跟他划进彻底的界限 有的人说 不 我们要跟他们有来往的 他们吃 我们也吃 他们喝酒 我们也喝酒 他们去天上人间 我们也去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些都是保罗当时 所面对的问题 而围绕这三个中心的原则 引出一系列的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 所面对的问题 今天一样 我们今天一样面对 第一个就是合一的问题 我讲过了 教会最不容易的就合一 人跟人之间 最不容易的就是什么 合一 不要说教会了 你们两夫妻都不合一 你们两夫妻所面对的问题 比我面对的大多了 感谢神 我太太跟我很合一 还有什么 就十字架的问题 为什么 如果你不明白 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如果你不是真正认识到 基督他在十字架上 所付的代价 他生命付出的 流的宝血 对你整个生命的影响力 你是不可能有合一的 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决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波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这种纷争 表面上打出 非常属灵的理由 但实际上是什么 人性的软弱 所表达出来的 各种各样的纷争 合一的问题 纷争的问题 只有十字架来解决 然后婚姻的问题 我刚刚有所谓提到一点 因为什么 各种各样 当耶稣基督 死里复活 升天之后 他走了之后 留下一大堆的 现实的问题 给我们基督徒 有些人说 基督徒就不用结婚了 你终生就服侍主吧 有些人说 不行 我的丈夫 他不信主 我要跟他立 但是圣经明明说 你不信的丈夫 因为你而成为圣洁 又怎么如是解释呢 这些问题 不信的女人 因着你的丈夫性 而成为圣洁 又如何去权势呢 那我们这些丈夫跟妻子 还要有没有信主呢 这些都是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 接下来 所面对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带出来的 我刚刚所说的 是那些不信的人 如何在信的 不信的人 如何在不信的世界当中的生活 其实面对一个 非常非常挑战性的一个议题 就是自由的问题 什么是自由 自由 是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还是我不想做什么 我就能够不做什么 所以保罗把这些问题 你看到非常深刻的神学问题 非常深刻的哲理性的思考 在这个书信当中 把它带出来 而带出这一系列的问题 是让我们深入去思考 不是单单思考那个时代 并且思考今天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碰到很多的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利益导向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经济导向的 我这份工作 我拿了之后 我的薪水可以拿 我两倍 就一定是上帝的旨意吗 可能是魔鬼的旨意 也说不定 而如何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当中 我活出基督的自由 我能够不想做什么 我就能够不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又谈到了圣餐的问题 今天我们又领圣餐 我很多时候跟我们开玩笑 我们的圣餐不是 我跟我的合掌老常常开玩笑 我们说我们的圣餐不是真的圣餐的 在天主教 在路德中 甚至在改革中 有的教会当中 因为我们用的是葡萄籽 对不对 真正圣经里面说的圣餐是什么 葡萄酒 所以我们说 要不要跟某个酒章签个合约 长期让他供应葡萄酒 开玩笑了 对不对 而且你会发现 很有意思 在哥林多教会的时代 怎么好像他们一边在领圣餐 一边来吃饭 是不是 原来早期教会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聚会没有那么大的 没有像我们几千人在一起的 没有的 我们是什么 是一个很小的家庭聚会 三十个人 二十个人在一起 然后掰掰饼 吃吃酒 吃吃肉 然后有的人不小心就什么 喝醉了 所以它是真的酒 所以引来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保罗会说 你们不要醉酒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 富人跟穷人的问题 所以圣餐的问题 然后又有敬拜的问题 在敬拜当中的次序到底是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讲方言 是不是可以随便的讲预言 圣经我甚至我认为 我会在讲这个议题的时候 在讲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到十四章的时候 我会花很多的精力 在描述一个 关于方言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你们讲的都是方言吗 我有个很大的问号 今天你们 每个人都看到 和和本中文说 我先知讲道的恩赐 原文不是说先知讲道 原文明明说的是说预言 我们怎么样去 和本他到底翻译的对还不对呢 这些都是问题 对不对 然后就讲道如何使用属灵的恩赐 属灵的恩赐 我们是一个身体 当中的不同的肢体 有的人服侍这个 有个人服侍那样 我想感谢上帝 我在这里讲道 很多时候早晨来的时候 我们很多同工 我们已经把很多东西预备好了 我不需要再去忙 我在牧养第一个教会的时候 我一个人要忙所有的事情 但是今天感谢上帝 我们有那么多同工 我们在彼此搭配的时候 恩赐的运用 所以我们的长老说 感谢上帝 我们现在有团队了 我们的团队负责 很多很多很多日常的东西 我们现在又有神学生了 两位神学生站起来 给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从美国我们回来的两位 我们的Simon 我们的Tony 这两个都是做律师的 我们感谢上帝 他们愿意出来服侍神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什么 到了13章 哥林多前书13章 就讲到什么 真爱的问题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赐 不嫉妒 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一大堆 对不对 最精彩的不是这一段 精彩是哥林多前书 不是从第四节开始 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之间的什么 如果没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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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才精彩 所以在这里面 保罗院抬出来 你恩赐那么多有什么用 你如果没有爱 你有什么用 你这么会批评 当时你没有爱 你又有什么用 最后就讲到复活的问题 如何理解基督的复活 如何理解保罗说 我们身体的复活 这都是保罗要在 哥林多教会所讲的问题 在这么多的问题当中 有三个方面 今天我要特别提出来讲的 也就是涉及到保罗 对哥林多教会的主要的信息 主要的信息分三个 第一个 就是什么 教会的合一 教会的合一 保罗在第一章第十节 一直到第四章 他连续用了四章 讲合一的问题 讲教会的纷争的问题 这为什么那么重要 并且同时他带出什么 基督的十字架 为什么没有合一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明白 基督的十字架 为什么我们有纷争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 去合一 他说你们中间什么 有纷争 他又说 基督是什么 是分开的 是分开的吗 他又说 你们中间有人说 我是属保罗 我是属亚波罗 我是属基法 我是属基督的 是这样的吗 你就看到 当时哥林多教会 所面对的一个 中心的问题 或者说 是其他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是在于 他们对于十字架的误解 他们对于上帝的 智慧的误解 他们对于 真的 生命没有跟基督联合的 这种问题 保罗 还实际上就提醒了我们 如果我们再看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整个第十章 都是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 很多很多祷告当中 有一个祷告 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但今天我们做的 真的不够好 耶稣为门徒祷告 就说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他就跟天父祷告 圣父啊 求你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合而为一 1996年 我在比利时读书的时候 当时一个教授 86岁的一个老教授 就跟我说 我记得我们是在上一门 系统神学的课 不知道怎么样 突然我们就讨论到教会的 宗派的问题 因为系统神学嘛 因为大家对神学的不同理解 你就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门派就出来了 然后我的 我的这位老教授 Horton就说 他说96年 那个96年 他说全世界 基督教信仰 就新教信仰 不算天主教 也不算东正教 基督教 新教信仰 已经有九千多个不同的宗派 九千多个 然后呢 99年我已经开始幕会了 那我那年的夏天还到比利时去进修 我到那边的时候 他又是他跟我上课 他就跟我说 很遗憾 三年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不同的宗派 已经从九千多个变成一万多个了 今天有多少 我想都不敢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 所以我 那天我知道哪位姊妹就问我 牧师你为什么回来不讲这个 因为你答应我们说 你讲过五个Sorrow 对不对 五个唯独 对不对 唯独圣经 唯独基督 唯独上帝的荣耀 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五个唯独 对不对 你还答应说要讲五堂 关于宗教改革的问题 对不对 我说我实在不敢讲 因为我讲的话 我一定被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骂死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宗教改革带来的问题 我们再不敢讲啊 只是在学术研究当中 已经非常多了 让我们看到宗教改革当中 带来很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裂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分裂 为什么 当圣经的解释权 从教会 一个大公教会 化解到每一个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你查经班里面 为什么 莎莎跟那个飞飞意见就不一样 对不对 组长跟副组长 解释就是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也让我们反省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产生 不容易啊 不是那么容易解答的这些问题 但是呢 你要看到 就是说 讲到这个合一 保罗所重点 所要强调的 不是让我们在神学的思想上完全合一 保罗所讲的合一是在十字架下面 什么 合一 保罗所讲的合一是什么 是基督里面的 合一 保罗所讲的合一 是在圣经的总原则当中的合一 所以我看到我们的神学生 感谢上帝 我们教会有十几位神学生请起来 我发现我们好像读的中排都不太一样 我希望你们之间可以有争论 但是不要什么 分争 你们中间有可以对于神学解经 有不同的解释理解 但是你们在基督里是什么 是要合一的 那么我们在想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们在BSF是不是合一呢 因为说 明明你们现在怎么样 好像是跟英文教会分开了吗 还是怎么样 要不要听听我的解释 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 也是跟我们解释 那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BSF原来只有一个教会 我们从我们开始的时候 只有一个就是英文的母会 就是一个 一个service 一个英文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发展 发展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群体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十年前 差不多是以语言为导向的 我们开始了不同的congregation跟service 所以我们原来叫什么 IMS是什么 叫International Mandarin Service 我们原来只是个service 我们最早连个堂会都不是 我们最早我们连中文讲到都不可以的 我们只能够用英文讲翻成英文 中文的 所以当时还有bilingual 还有双语的 但是慢慢慢慢 我们开始有发生变化了 直到八年前 我开始在这里服侍 那我们在这个过去八年当中 我们就会发展非常快 我们到一个程度 我们使整个bicf的结构 发生一个本质的改变 因为过去就是英文 后来我们在五年前 我们在五年前已经做到 我们IMS大过了celebration 就大过了原来的英文的母堂 后来在三年前 我们已经做到我们的一堂的聚会 比他们英文的两堂的聚会 加起来还要人多 那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上帝的工作 你懂不懂 那个这个时候 bicf的长老就看到一个局面 就是说整个教会的发展需要转型 怎么转型法 好 我举个例子 举个比喻 就原来是什么 我们是一家 我们是一家 在这个家里面有爸爸 有妈妈 有弟兄们 后来时间久了之后 发现什么 爸爸妈妈也老了 要离开了 然后兄弟们各自长大了 兄弟也要娶媳妇了 我们发现我们不可以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什么 大哥住东厢房 二哥住西厢房 小弟住后厢房 开始 但是我们还是不是一大家 我们还是一个大家 因为我们还在这个院子里面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的bicf就是从一间房间 现在的bicf就从十年前的一间房间 转型成什么 一个大院 胡同 北京胡同知道吗 胡同里面有很多 就是有一种四合院 这种四合院里面有很多房间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会发现 我们在经济上也开始独立了 为什么呢 大哥娶了媳妇之后 媳妇有媳妇的想法 对不对 你真的钱不可以给我用的 对不对 那二哥也娶媳妇了 也有他的想法了 那怎么办呢 好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公用地方 整个院子还是要有人少的 厨房有的时候 大家还是一起要生活的 那么好 每一个 每一个家都要拿出一些钱来什么 补贴整个这个公用面积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IMS可以有这个恩典 我们拿出差不多30多个percent 上个礼拜竟有介绍 对不对 我们除了18个percent之外 还有一些rental等等 我们差不多有30多个percent 我们是给整个BSF的大家庭 还有一个 我们不是单单顾我们自己的需要 我们那些小阿弟们 我们还是有一些阶级感情的 对不对 我们还是有阶级情谊的 对不对 我们还要照顾这些小阿弟的需要 我们也要拿出这些来去补贴他们的 但是结构的确发生变化了 这不是不合一 这是什么 这是在另外一个程度上的什么 合一 所以大家要看到 这个本身对这个功夫 对这个事工的发展 是有很好的影响的 而且它必定带来更大的影响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合一的道路上 可以继续走 第二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就关于教会的几率 保罗在写完四章之后 从第五章到第六章 连续两章 谈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是如何在教会里面 处理教会里面有淫乱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到第六章 如何在教会里面处理什么 彼此之间打官司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 一定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弟兄跟那个姐妹 发生了经济纠纷 他们还来找牧师 哎呀 我有的时候很冤枉 我觉得 我说你们挣钱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我吗 哇 你们发生经济纠纷的时候 就来找我了 还要叫我出面去做老娘舅 做老舅舅 哎 这个不合理啊 对不对 哎 保罗在这个里面 他写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 哎 有些事情是可以做 有些事情不可以做的 特别不可以做的是说 你们把这些宿状 送到这个什么 这个世界上的人 去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去解决 那么我们也碰到过 这样的问题 那么有一种情况下 我觉得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 原则上我们不随便去打官司 特别是跟主内的弟兄 不打官司 随便 不随便 除非 有一种情况下 你真的碰到骗子 你说教会的人 怎么有骗子 教会的骗子 我也不敢说很多 哎 但是不能免啊 不能免啊 有的人 还要特别拉住牧师 拍几张照片 来证明他的什么 他的cretibility 然后就去行骗的 这样的人 我也碰到不少啊 所以要特别小心啊 这个 因为我们特别是 这种大教会 你知道 对不起 我没有意见 攻击任何一个人 但是事实摆在那里的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也不可以说 这些人可以进来 你脸上写着 你是什么 诈骗分子的 你不能进来 你看我就听到 我们教会 有这样的 那样的 跑到那个小组去 骗女生的 也不少啊 半夜很晚 还跟女生 什么 发微信 你发一个也就算了 你同时几个发 但是还好 这些女生 彼此之间有联系的 你说这种人 不是骗子是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种事情 都会来啊 所以保罗在 格林多前书的 第五章开始就说 我封闻你们中间 有淫乱的事情啊 他还说到 这样的淫乱 连外邦人都没有 我说这个中文翻译 很好玩 他说 有人收了他的剧 寄母 英文把他翻译 have his father's wife 这种事情爆出来 保罗也表达了 处理的方式啊 又很明确的 处理的方式啊 而且这种人什么 还至高至大 并且不哀痛 他说要把 行这种事的人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这就叫教会纪律 这就叫教会纪律 但是行这样的纪律 我告诉你要付代价的 我们都要付这个代价 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 并且付了很大的代价的 你不要以为 站在这里那么容易 有人就拿着刀来威胁你 怎么办 怎么办 你要做牧师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你要做牧师 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啊 但是当你知道 这个羊群里面 有这种狼进来的时候 你怎么办吧 我问你怎么办吧 上帝把看古羊群的责任 交给你 不要怕得罪人 皮特我告诉你 你如果怕得罪人 你首先得罪神 我告诉你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们这些做牧师的 你们都预备 所以 保罗就讲得很清楚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要把这样的人 交给撒旦 我最喜欢这句话了 并且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可以得救 这句话很有意思 我以后要特别讲 因为这几句话 是有非常解经学的 里面很深层的意思的 它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要把它交给撒旦 就是说 你看他就像看外邦人一样 不是真的说 叫他放在魔鬼手里 实际上说 你看他像外邦人一样 他不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可以得救 只是说 他如果有一天 他悔改了 他的灵魂 还是可以得救 他在主面前 还是可以得救 那么 有人就 有人就跟我说 他说教会执行纪律 有的时候教会 好像做得不太好 因为教会太严格 很律法主义 是不是这样 你们不敢说 我就有碰到过这样的case 有人就是说 神已经原谅我了 你这个做牧师的 你为什么不原谅我 对不对 你这个Peter 你为什么不原谅我 你静为什么不原谅我 你怎么这些长老 为什么不原谅我 神已经赦免 我已经认罪悔改了 他说的对不对 你们都不敢讲话 他说的对不对 好像对的 要不要我反驳他 好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 第一 当他向上帝认罪的时候 你相信上帝有没有赦免他 他如果真是诚心认罪的话 你相信上帝有没有赦免他 有 那么好 为什么教会还说 你半年不可以领圣餐 不可以做什么 为什么 教会做错了 为什么 告诉我 好 我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生了cancer 你动了手术了 你今天动完手术 明天你就可以上班了吗 告诉我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了 你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瘤 现在通过手术 向上帝认罪悔改 把这个瘤拿走了 感谢上帝 你生命已经什么 已经开始好转了 但是你还没完全好 你还需要什么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康复 这就是为什么 必须要停掉你一段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里面 你不能够服事 在一段时间里面 你不能够在人面前 好像没有事情一样的 你不是没有事情的 因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 你这个癌症有没有转移 你还不知道 你会不会复发 你如果不经过一个 很好的调理 一段日子的恢复 慢慢慢慢慢慢 在主面前 把自己弄干净 我告诉你 很快复发 现在明白我了吗 现在我为什么 明白了 我为什么不能够让你 马上出来服事了吗 因为你现在是个病人啊 老兄啊 老弟啊 老妹啊 老妹 大妹啊 不管 whatever啊 你现在你是一个病人 你虽然动了手术 神已经赦免你了 教会也赦免了 但不是人不肯赦免你 乃是你需要 那么一段时间 在主里面 慢慢慢慢缝合你的伤口 在主里面得到医治 为什么教会要执行几率 有几点 第一 为了揭露 保罗说什么 把行这样的事 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 为什么这么严重啊 是因为要把这个事情 揭露出来 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了 任何我们如果在背后 要做一些 看不得人的事情 见不了光的事情 你告诉你 迟早会被揭露出来 迟早 你知道本地家庭教会 有多少这样的事情 甚至一些 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的 那些牧师 被揭露出来 因为隐藏的事 是不能够什么 永远这样在黑暗当中的 上帝必定把这个事情 揭露出来 第二 警告 保罗说什么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败坏他的肉体 这就是教会要执行几率 要什么 这是一个警告 因为什么 如果 我们教会 如果随随便便说 你们之间都可以彼此借贷 彼此什么 我告诉你 整个教会就像贼窝了 你信不信 我如果允许这些 在卖传销的 卖直销的 在教会里面 要这样做的话 我们教会就变成一个贼窝 你信不信 你不要说我这么凶 好不好 牧师 你有点爱心 好不好 我告诉你 我在神面前 要负这个责任的 我对你们也有 属灵的责任的 对不对 所以要什么 要勇敢一点 不要怕得罪人 如果你很确信 你没有得罪神 你勇敢地去做 但是是用爱来做的 第三 挽救 保罗说什么 使他的灵魂 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要得救 还是要用爱心 对不对 你就算把他什么 执行的据律 但是是为了 使他在灵魂 可以得救 那些人就离开教会了 这也没办法 我告诉你 这也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多少次 我们教会 有那些要做传销的 从美国拿了什么东西 要跑进来做 哇 头痛死了 真的 你如果 你这种事情 你这个做牧师的 不去管 谁来管 还想做牧师吗 Tony 第四 为了保护 怎么保护 保罗说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起不至一点的面笑 能够使全坛发起来吗 你如果不小心 一点点的事情 就可以这样发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保护 这些羊群 任这些事情 在我们当中 随意地蔓延 你看我们的教会 会成什么样子 你看我们的中间 还像不像 是上帝的教会了 最后 为了见证 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保罗说 好使你们成为新的团 因为约级的羔羊 已经被杀了 为了见证基督耶稣 而这一切 我告诉你 需要时间的 需要很长的时间的 那有人说 John Nelson 如果有一天 你犯罪了 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相信上帝 一定会赦免我 我相信 如果我真的认罪的话 弟兄姐妹 也会赦免我 但是 通常的做法 我可能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群体里面 继续做下去 就是这样 可能必须要换一个工厂 必须要换一个工厂 而且需要一段 很长的时间 疗伤 疗伤 就是这样 而对每一个人 都是这样 所以 这里就是什么 这就是 这就是信仰 这就是信仰 那我们在 我们在上周 发生了一个事情 我本来要把这封信 读出来了 后来当事人叫我 不要读 我尊重他的意见 就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突然发生 就是说 有一对 太太是我们的会友 先生还是一个 木道的朋友 那么一起来我们教会 他们很认真 他们已经来了很多次 然后呢 他们在这个聚会的当中 可能 有点小声的交谈 因为 因为可能先生 他并不对基督教 那么认识 所以他有些问题 就会问他的太太 然后他太太 也可能跟他讲解 然后他们可能 也忘了关手机 然后这个微信 或者是手机 就一直在享有 然后呢 旁边我们正好 有一个usher 还是我们的门卫 有一位弟兄 坐在他们旁边 就打断他们说 请你们把手机关掉 不可以这样讲话 我觉得到这里为止 做的都是对的 没有问题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说 希望我们尽可能 把手机关掉 免得 因为的确在那天的时候 很有意思 我们的一个核心同工 正好坐在他们前面 整个过程 他全部听到 后来当这个事情 爆出来之后 他也做见证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毫无疑问 那之后就发生了一些 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当这个 就是聚会结束的时候 这位弟兄就赶出去 把人家截住 又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当我们得到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就了解了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 就暂时 把我们这位弟兄的服事 停一行 因为我们发现 他可能用了一些 比较过激的语气 跟方法来 跟这对夫妇 来跟这对夫妇 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发生 但是我想 我觉得在这里面 真的很难 这就是教会的难处 你们也给我出点主意 如果你们是这个牧师 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样 来处理 因为后来 这个弟兄 这个朋友 他就写了一封信 很严肃的信 我甚至可以说 这是一封投诉 跟控告的信 到我这边了 那我们必须要 去处理这个问题 后来了解当中 的确有一部分 是事实的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暂时停一停 因为我们不希望 我们的同工 在服事 服事教会的时候 老是跟人发生冲突 我们也知道 其实你要知道 每一个usher 我们每一个门岗 我们每一个人 服事人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服事神 其实就在服事人 你知道吗 世人如天 你在服事 这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就在服事神 你知道 服事的看不见的 神是很容易的 但是服事看得见的人 是什么 是很难的 所以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 但是我们也很理解 我们的门岗 跟我们的这些usher 他们也很难 你知道吗 我们在门岗 我们的门岗 有时候会被人冲击 甚至有一些 进来我们教会 想要进到我们当中 来聚会的人 用了一些非常不礼貌 甚至粗鲁 跟拳头来对付 我们的门岗 你们知道吗 你们大概不知道吧 那是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的 我们的凯凯 因为我也感谢上帝了 有那么多的人 愿意来到我们教会听到 有那么多本地的人 他们希望进到我们教会来 领受上帝的恩典 但是我们是有一个 被迫 我们有一个规定 就是不是所有的人 能够进到我们教会 这是我们很无奈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在中国 在北京 我们必须尊重中国政府 给我们这么一个规定 对不对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有门岗 我们必须要查证件 拿 foreign ID 跟那个 foreign passport 就是才能够进来 对不对 但是当这些没有这种证件的 他们希望来听的时候 他们有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冲突 那我觉得我们的门岗 有的时候承受了很大的委屈 你不要忘了 他们跟你们一样 他们都是教会的会众 只不过他们更愿意 摆上时间跟代价 来到教会 每个礼拜天的八点钟 就在门口站着 他跟你我一样 他的身体都是血肉之躯 他跟你我一样 他都是主内的肢体 但是因为他愿意服侍主 他就付了那么大的代价 你懂我意思吗 还有有一些 我觉得就很不应该了 就我们教会 有一些弟兄姐妹 当他们进门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出示证件 我觉得你这样是不应该的 有人就说 我拉了这么多次 你难道还不认识我吗 对不起 我们教会不是认脸的 是认什么 是根据中国政府的 宗教管理条例的规定 我们必须是根据这个证件 才能进来的 如果他不守住这个 他就不对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教会 亲爱的肢体 我请你们 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 因着爱的缘故 尊重我们这些门岗 好不好 他跟你是一样的 他不欠你一分钱 他跟你一样 他们都是因为欠了 基督的福音的债 所以他们愿意站在门口 阿们 如果 我要告诉门岗 如果那些 他要进门的时候 难道我来了那么多次 你还不认识我吗 这种人不要让他进门 不要让他进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有纪律的 你如果说你这个牧师太狠了 对不起 我就是这样 你可以从我身体上踩过去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 我们不去守这些最基本的 做一个公民 你如果进出那个 某一个海关 你说你怎么我进出 我每年进出十四 你还不认识我吗 请问可以吗 哪怕这个守门 守那个海关的 那个是你舅舅 他可以不看你的passport吗 请问 请你回答我 为什么你在教会就可以这样 你说这个牧师太重 讲话太重 我以后不要来这个教会 没有办法 我如果讲错话 我的长老团可以处置我 但是这是我们现在的原则 对不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彼此理解吧 彼此用爱心相对吧 彼此接纳吧 最后 最后 教会还面对很多神学的问题 在等个第七章第一节开始 保罗说 论到你们心上所提的事 我说难不敬余道好 这些圣经很难理解 什么叫难不敬余道好 这些圣经也是有非常多的解释 像这一节圣经 可以值得我们讲三堂 我们都会讲 我们都会讲 然后在这个整个第七章的 一到四十节当中 保罗讲了很多重要的主题 婚姻的每一个层面 除了同性恋他没有提到之外 婚姻的每一个层面 恋爱的每一个层面 他都提到了 单身的怎么相处 结了婚的应该怎么样相处 一方信主 另外一方不信主的应该怎么相处 观寡的再婚的应该怎么相处 处女的问题怎么样去理解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 然后到第八章到第十一章 保罗就讲到了 异教徒跟基督徒 自由于责任的问题 他在透过 吃偶像的祭物 从八章第一节开始讲 论道 祭偶像之物 他说 所以 因为爱的缘故 若食物叫我弟兄爹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现在很多素食主义者 是不是这样造成的 我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所以当你进门的时候 叫你出示证件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 如果你这样的话 也是对神的尊重 对人的尊重 对教会的尊重 你就会这么做 最后到了十一章 到第十四章 整个这一段 保罗讲到了 男女在敬拜中的 次序的问题 讲到男人女人 在聚会中 蒙头的问题 这边又是一个什么 我们叫sandwich 一个三文字 是一个什么 平行的一个交叉 他先讲到什么 男人女人在敬拜中 然后最后 他还是在讲 男人跟女人敬拜中 然后讲完 男人跟女人敬拜中 他就讲敬拜的次序 是讲主餐 你们吃主的餐的时候 因为我们讲 第一世纪的时候 领圣餐跟吃饭 在家里在一起的 有人吃 有人喝酒 就喝醉了 在主餐前面 所以整个教会的 敬拜的次序 整个教会的 圣餐的次序就乱了 保罗就开始骂了 你们这样是对的吗 然后最后部分 又讲到什么 在男人女人敬拜之前 讲到敬拜的次序 讲到什么 方言预言的问题 在C 他讲到是 属灵的恩赐 在肢体中 因为从十二章 到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都是讲什么 恩赐的问题 但是最中心的 最最中心的 就是爱的诗篇 第十三章 格林多前书 第十三章 爱是很久能耐 而这个爱的诗篇 就构成了 整个这十一章 到第十四章的 整个的中心中的中心 这些都是神学问题 我告诉你 为什么呢 因为敬拜神学 灵修神学 就是这里产生的 最后 第十五 就讲到基督的复活 还是什么 神学问题 因为这是末世论 这也是基督论 我当日所领受的 又传给你们 第一是照着基督 照着圣经所说的 为了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着圣经所说的 第三天复活了 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 保罗先提出 复活的信息 基督若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妄然 然后最后 他还是讲复活 但是他说的是得胜 我们不是都要睡 乃是要改变 他说到基督已经复活 我们都要复活 而且我们的复活 不是什么 是要睡觉 乃是说 整个身体的改变 然后在中间的部分 他讲到亚当跟基督 终末的事情 死即使一人而来 复活也是因着一人而来 然后亚当跟基督 身体的复活 首先是亚当成了 有灵的活人 然后基督就成了 死人活的灵 中间部分 最最重要的 就是讲到什么 复活的伦理 所以就讲了 你就看到 整个的格林多前书 生活 信仰 连在一起 生活 信仰 神学 也是连在一起 而这个 一系列的信息 我们在今后的两年当中 会用八十次讲完 上帝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